在国庆文告里面 他宣示国家的主权 他表示站出来守护国家不是挑衅 而是身为总统的职权 不稳 应变 进步 厚制实力 壮大台湾 转眼又过了一年 世界依然快速变化 甚至更加的剧烈 美中贸易战的持续进行 距离我们不远的香港 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 正处于失序的边缘 尽管如此 中国依然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不断的威胁我们 并且采取各种文攻武嚇 强烈挑战的区域的稳定 以及和平 各位国人同胞 当自由民主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 我们就必须站出来捍卫 拒绝一国两制 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不分党派 不分立场 彼此间最大的共识 中华民国 已经在台湾屹立超过七十年 一旦接受一国两制 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身为总统 站出来首位国家主权 不是挑衅 而是我最基本的责任 听完了蔡总统今天国庆文告的重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高雄市长 韩国瑜在今天高雄升旗典礼上面 他发表的国庆演说 一例一休 几乎把前份的劳工 跟鼓励的企业主 逼上了绝境 今天的台湾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一年的薪水 不到三十万新台币 比比皆是 但是一个民进党立委的儿子 可以在高铁上 直接把年轻人十年的薪水 掉在高铁上 而且完全不帮一回事 我们再看一看 跟今天的执政党的民进党 关系深厚的人士 在各个国营企业 坐领百万高薪 让我们辛苦工作的军工教同胞 老老实实 诚诚恳恳的一辈子的退休金 养老命的钱 居然被砍 这叫基层人们能够活得下去 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 应该有的态度跟作为 很多人最近都在谈亡国感 我想请问 是谁把中华民国变成这个国家 是谁在抹擦中华民国的历史 是谁将 是谁将拥有主权 军队宪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矮化 把我们中华民国矮化 一天到晚 拿中华民国跟香港来比较 是谁 是谁 是谁让我们中华民国外交的邦交国一个接一个半交 是谁在总统就职演说上对我们的国号中华民国是不是避而不惨 又是谁让我们在国家重要的庆典上越来越看不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我们都有非常深的忧虑感 但是我有信心 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国旗 我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的门 好 以前好像只要听一份总统文告就好 可是今年很不一样是因为有接近这个总统大选 除了蔡总统的文告之外 大家也很关心韩国瑜他在国庆的谈话 我们下来看一下一些重点 那原本听说他的谈话其实只有1500字 可是今天公布出来的是2500字 那有一些重点 他说先用这个柔性的喊话 他说过去108个年头有苦难有荣耀 不管从任何的角度来看 中华民国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那今天的台湾状况就非常不好 今天的台湾就是一个东厂依旧在肥猫处处生的高傲政府 很多人都在讲亡国感 但是他要问是谁把中华民国 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有很深的亡国感 他爱他的国家 爱他的国旗 爱他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那这么些年来 他觉得国旗从飘扬到层级 国家从繁盛到衰落 因为他们失去的不是街头飘扬的旗海 而是许多人心目中那一份国家认同 他要记住台湾的颜色从来就不是蓝绿举白 而是这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 是这个国旗承载的 不只是中华民国的苦难跟荣耀 更是2300万人民现在跟未来 一天到晚拿中华民国跟香港 来比较的是谁 台下的民众马上喊民进党 那到底是谁 让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一个接着一个断交 台下的民众就喊蔡英文 那是谁在总统就职演说里面 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避而不谈 台下民众继续喊蔡英文 那如果未来他有机会 当上中华民国总统 他永远不会忘记事上苦人多 要创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 强化国防之余 也绝对不会受到个人的形象 而致台湾人民于战争的危机 那当前台湾人民最需要的 不是亡国感 是安全感 那不是要 不是要让年轻人走入战场 而是进入到职场 这是他的谈话 你怎么看他这个 今天的这个国庆谈话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位 他们谈话相对来讲都是中性 因为是国庆日 那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火药味 谈的东西也都还蛮一致的路线 只是各位可以如果进一步去看的话 跟他们平日的形式风格 比较大差别的 应该是蔡英文总统 很显然今天这个 就像耀州刚刚讲的 可能是一日政党和解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最大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这个文告写的好不好 而是这个文告之后 有没有做得到 这才是我们对他最大的问号 那我觉得这个韩市长 今天的国庆谈话 很明显的是要走一个 比较中道的路线 那我觉得跟国民党 过去的政党认同 或是国族认同 都是比较吻合的 那现在这个状态之下 大概会比较关心的 一出两岸问题之外 大概还有经济跟民生的问题 那我觉得韩市长的谈话 比较着重在点出 现在执政的不足 然后并且在跟民众说 国民党有能力做到 这个现在执政党 做不到的地方 那希望这个要对中华民国 那我觉得最大差别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对国民党从来都不会难以启齿 国旗也常常让我们 在各种场合都看得到 倒是我想补充一下 刚刚大家看到几个 这个国庆场合 那今年我认为在高雄 比较特别的是 除了主办单位准备的 一些标志之外 大部分来参加的人 都是自动自发 自发性的带着国旗来 那我认为自发性的活动 在国庆日的庆祝 才是有意义的 没有错 而且我今天特别注意到 蔡总统以前国庆谈话的时候 他在文稿里面总是有浓浓的文清风 可是这一次好像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比较听得懂 对 比较听得懂 而且他这一次也特别讲到了 而且甚至有讲一些话 其实跟韩国瑜韩市长讲的 有点高度重叠 我们来看一下 他2135个字的国庆文稿 他说距离我们不远的香港 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 现在处于失序的边缘 尽管是这样 中国依旧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不断的威胁台湾 要采取各种文攻武嚇 强烈的挑战 区域的稳定跟和平 他向国人同胞来喊话说 当自由民主受到挑战的时候 当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 受到威胁 就必须要站出来捍卫 拒绝一国两制 是2300万台湾人民 不分党派 不分立场 彼此最大的共识 这一段话其实就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跟韩市长讲话 有一点接近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 屹立超过了70年 这句话有些人就有意见了 中华民国明明是108岁的生日 怎么被他腰斩成 在台湾只有70年 一旦接受了一国两制 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空间 身为总统要站出来 守护国家的主权 不是挑衅 而是他最基本的责任 他说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 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 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 绝对不是蓝色的 也不是绿色的 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 天佑台湾 台湾加油 中华民国加油 比较妙的是去年 其实去年也有选举 可是去年是地方选举 他在国庆的文告里面 被大家整理出来说 去年是有46次的台湾 四次的中华民国 两次的中华民国台湾 但是今年不一样 台湾次数要涨到一半 只有23次 中华民国多了一次变成5次 中华民国台湾一样维持两次 大家很习惯会在他文告里面 整理出来 韩市长特别讲说他就职典礼都不敢 没有说谁 他说有人在就职典礼的时候 不敢讲中华民国 但是绿营的有整理说 其实蔡总统在他就职典礼的时候 是有提到了 这个部分是大家交锋的部分 针对双方彼此的国庆谈话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玄机 有什么要值得大家注意的 我们现在的视频连线到 韩国瑜竞选总部副总干事周锡伟 虎哥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虎哥你可不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 两个人谈话他们内容有什么值得 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韩国瑜讲话比较自然 发自内心 蔡英文讲话比较勉强 而且比较粉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又处处想要表现出来 台独的这个观念 所以他才会像刚刚两位讲的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过去这70年 所面临的挑战 勇敢的走过来 我觉得蔡英文时时刻刻 不会忘掉这个部分 但是他又不为 为了这个选票 他又不得不勉强自己说 中华民国108岁的国庆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面 基本上来看 就是两个人的出发点 一个是自然的 一个人是勉强的 勉强的人讲的话 就会处处都有矛盾 那韩国瑜讲的话 其实里面有许多 真实的一面 但是蔡英文有一些 虚假的一面 因为蔡英文晓得 我们根本不可能 会接受一国两制 九二共事也不是一国两制 那蔡英文一定要勉强 去把他讲出来 所以你看他的表情 就不自然 还有过去他许多做的事情 自由 民主 法治 他讲的都太勉强了 因为他把我们国家里面的 这个民主法治都破坏掉了 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不用再讲 但是韩国瑜刚好 就用在野的身份 挑战蔡英文 把蔡英文所讲所做的 都不一样的部分 一个一个点清楚给大家听 所以我觉得从两个部分的 大家的支持的文稿 支持的内容来看 蔡英文的确是想要为了选票 稍微粉饰太平 稍微去喊一下中华民国 但是内心里面 他是没有中华民国的 其实我是从画面上看 我不知道韩市长 他在这个庆典上面 他有没有读讲稿机 至少感觉看起来 好像是没有 比较流畅 可是因为蔡总统 他很明显的在看这个读稿机 而且就是读稿机放得太下面了 所以他的眼睛是很往下扫射的 所以包括虎哥讲说 他的表情不是那么自然 我觉得多少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就是像虎哥感受到的 绝对不是从他内心 发自他内心所讲出来的 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说 他们两个人谈话 有一部分是相似的 就是蔡总统他认为说 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 绝对不是蓝色的 也不是绿色的 其实韩市长他也讲到 说台湾绝对不是 任何一个政党他的专利 你怎么看说两个刚好 在这个部分有高度的默契 其实不但这个部分 有高度的默契 就是任何一个名词 甚至国号 他都是应该属于 全中华民国国民所共有的 这个我想双方应该 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里面 也不是因为蔡英文 他总统搞机的原因 我觉得蔡英文本来讲这些内容 他就一个人如果心虚的时候 讲话就不自然 那你一定要靠读稿机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怕讲错话 但是韩国瑜不需要读稿机的原因 就是因为韩国瑜讲的 就是他内心里面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两个人的表现 我从他们两个人的表现 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非常的自然 一个非常的不自然 另外我还要再讲一遍 就是说蔡英文还是处处想要去挑衅大陆 但是韩国瑜是要想跟大陆 变成一个友好的关系 而且要有一个互信的关系 那蔡英文就是一直要去骂对方 骂大陆 我觉得这个是他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而且我觉得蔡英文在这里面 他特别提到说 我们教练机自己做 然后潜水艇自己做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自己将来就会有足够的国防的力量 那我要跟各位说 这个话讲出来 他也是虚空的 他自己也觉得不实在 因为我们再怎么做 我们不是真正好的战斗机 不是真正能够在台湾海峡 能够发挥功能的潜水艇 甚至我们的飞弹 我们的导弹 我们的军舰 这个所有一切的装备 我们都必须要依赖美国 那美国在这个阶段里面 坦白讲 他也无暇去顾及到蔡英文了 因为现在美国的友邦 他真正的盟友 在亚洲的盟友叫日本 其实蔡英文在这里面 都一直没有去提到这个关系 就是阿贝已经安倍 日本的首相安倍 已经跟大陆签订了一个 将来要共同成为伙伴关系 互相的合作 不会去对抗 也不会去对立 但是在这个里面 就没有去会照顾到 蔡英文的想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蔡英文 她是觉得邦交国一个一个的断 经济一直往下走 然后国防力量越来越衰退 然后现在认同她所谓的 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的 这种说法也逐渐在减弱 那在这次的总统大选里面 她觉得她碰到最大的挑战 就是中华民国的认同 所以我看到这篇的 国庆讲话的全文里面 她提了几次的中华民国 但是我觉得 你如果从头到尾都提 或者你真心的去讲中华民国 你爱中华民国 你维护中华民国的宪法 照顾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觉得她今天 不会碰到选举上这样的困难 虎哥那你刚刚讲到 中华民国的部分 大家感受到今天 好像在这之前 大家都互相都来去 批来批去 今天大家讲说 蓝绿都要团结 国人要一心 而且要以中华民国 有人有这样的形容 就好像中华民国 像是一个大家庭的爷爷 爷爷生日了 之前可能老大跟老二 打得死去活来 今天为了爷爷生日就回来 乖乖的庆祝爷爷生日 也承认这个爷爷 但是过了这一天之后 大家又互相骂来骂去 甚至有人也不太承认这个爷爷 你觉得会有这种感受吗 我觉得她不是爷爷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我们一个大家庭的名称 所以叫国家 中华民国是国家的名称 那么蔡英文为什么要这样讲话 其实就跟蔡英文 最近他们有一些 在海外的那个助选团 明明是民进党的助选团 却拿中华民国国旗 通通穿着那个青天白日 满地红的那个衣服 其实就在骗选票 我觉得蔡英文在这个阶段里面 就在骗选票 他里面所有讲的这些事情 包括921大力震 87水塞 SARS 经济衰退 这些所有的问题 其实她讲的是中华民国的历史 但是她却刻意把它讲成是 中华民国在台湾过去70年 在台湾的历史 所以蔡英文的心里面 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从言识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 她讲说台湾人民 想要走向世界的决心 不曾有任何改变 当然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你走不出去 就是因为你蔡英文走不出去 邦交国一个一个断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她自己也晓得 她不这样去讲 她就没有办法得到 她自己党内的支持 可是她这样讲 她就没有办法得到中华民国 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她的经济又搞得不好 民主法治又搞得乱七八糟的 所以蔡英文我觉得 她这个国庆的讲话里面的文稿 其实有一部分想要去讨好 泛兰的选民 那另外一个部分 她又想说 这个深绿的选民 她也不要让他跑掉 但是她过去又没有做出 什么事情来 所以她就在这里讲了一些口号 然后还是 我觉得她选举的策略 还是把大陆当作是敌人 那当作敌人的时候 才可以有团结的心 来打败敌人 尤其她在讲香港的 这个一国两制的失败 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在香港 在香港许多香港的人民 是希望要有一国两制的 她希望她的制度不要跟大陆一样 所以蔡英文在这里面都混淆掉了 我也要再讲一遍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各位 九二共识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对岸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我们要彼此合作 我们的宪法也都是一中的精神 所以在彼此公文书 公家来往的时候 他总不能称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称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困难 所以就称为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其实也就是默认对方 这个政府的存在 但是双方的关系 就变成台湾跟大陆 这是多有智慧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真正要去懂这个事情 她其实在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她非常清楚 各位把她陆委会主委 做主委的时候 她承认她是中国人 她说将来中国一定要统一 她也同意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是过去的陆委会的蔡英文 今天变了 只是为了要民进党的支持 我觉得这是很可悲 也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把这些事情拿出来 在今天来讲 就说蔡英文在这些事情上 她是模糊焦点 甚至错误的解读 我希望大家不要上当 我觉得今天的国庆的致辞 韩国瑜也不是因为 我挺她的关系 你听她讲的话 就是四平八稳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精神 就是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共荣的精神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 必须要维持一个民主自由 更重要的 民进党吃得太饱了 这个过程当中 韩国瑜其实点出来 台湾我们国家是苦人多 穷人多 但是民进党是富人多 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 谢谢五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五哥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谢谢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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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